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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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忽儿 昨天呢 我来到了福岡这里 住了一晚之后 我今天早上呢 我要去福岡南藏院 那边看一个侧堂的大佛 下午再去一个神社 还有星巴克 所以这一集呢 可能会有一点 文艺气息清淡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耶 搭了公车之后 我现在到了博多AQ这里 从博多AQ开始去出发到 福岡南藏院 深深深多ensions 真心觉得日本的很多车站都做得好漂亮好精致喔 本身讨厌很长的尖銭 真心觉得日本的很多车站都做得好漂亮好精致喔 经过了30分钟左右的电车时间 现在来到了城户南藏院前A期 这样走到南藏院的话大概5分钟左右 出口这边有标示 进入南藏院的话尽量不要穿这些 应该是说禁止穿这些 就是比较暴露的或是短裤短裙这种的 还有刺青的话也是不行的 在城户南藏院前A期那边下车之后 的左边走出来前面这边有一座桥 要先经过这座桥才会到南藏院 从桥那边走过来会看到这个马路 这边有一个路口进去 里面应该就是南藏院了 那我们就继续前往南藏院咯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岔路 那我看到里面有蛮多人的想要好奇进去看一下 哇这里有香卤耶好难得喔 然后终于里面有佛像了 在日本很多神社这种参拜的地方都是没有佛像的 这边目前有看到一尊佛像 然后用一样有参拜的那一个投钱的箱子 敲一下 敲的技术很烂耶 我了解了这里应该是在卖一些优优雅的东西 然后这些婆婆妈妈正在买 严命地藏尊来看一下是什么 哇我只能说真的日本做这些真的是很漂亮 哇有灯笼 然后里面又有佛像 这里再敲一下 哦这不是敲一下 这是摇一下 我看到这边有敲钟的耶 哇跟我家的那个敲钟的声音一样 别阁本山南藏院 调立四国总本寺 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那个涅槃像啰 在那里 然后往这个里面走 这个旁边就是小小的那种刻印的佛像 然后每个佛像上面都有写名字 从隧道里面走出来了 然后旁边有庙剑堂和大黑堂 庙剑菩萨 这里就是一些御守还有一些吊饰 然后这里有蜜米菇寺 就是沾水 可以浮现出来 我想一下我要抽哪一张 这张好了 然后在前方的这边有个小池塘 就可以把你选的这一张放在水里面 它会慢慢浮出自来 有了吧 大吉 各位有看到吗 大吉 这里的池塘当中有一尊佛 大家有看到吗 在那里 然后旁边还有溪流水这样流下来 流到这个池塘里 这池塘好多人丢那个硬币 在这边许愿吧 南天道河参道 哇 哇这样看上去好漂亮哦 好像贵船神社哦 超美的啦 我觉得在他这里面好像可以逛蛮久的 就是你在这边可以了解一些宗教的历史 然后又可以拍照 然后又参拜 我本来想说下一站要去另外一个神社 但是可能应该时间来不及了 大概就是认真的参观这个南藏院 我来日本 走在这里面蚊子好多哦 难得在日本遇到这么多蚊子的地方 我来日本一年多 目前几乎还没有被蚊子叮过 夏天的时候 走了一些楼梯上来之后 这边有一座小桥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可以参拜的地方 那这边就是一面镜子 我想敲一下 哦摇一下 在这边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们看 是不是很像那个印章盖的那个 这个叫做印章供养塔 然后那边 可以把这个印章投进去吗 好像是耶 里面有印章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是令和四年的吉凶表 令和四年就是今年2022年 它就是有点类似像台湾的民国几年这样子 2022年台湾应该民国 一百多年吧 一百一一 算了 又要回去看一下 然后 这个上面就是很多的一些 深层八字吗 啊算了 我觉得我真的不会解释这个 反正这个我也看不懂 就是你们大概知道意思吧 这边还有写平日的话是下午四点半关门 然后五六日的话是下午五点关门 你们看一下这个栏杆的柱子 它居然可以做成这样 它算是有一种石碑的感觉 上面有一些祈福的字眼 还有它的名字 然后如果站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耀望底下的一些美景 整片的山林树林 为什么我会选择来到福岗的这里呢 因为我本身对佛教很有兴趣 然后再加上 有一次我在网路上看到那个 侧堂的那个大佛 哇真的太壮观了 它超级大直的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我来到北九州福岗的话 我一定要来亲眼看看 走到一半看到这个算是小和尚吗 我也不晓得 居然连它也有那个可以供奉钱的 好可爱哦 这里还有其母观世音口沙 我不知道慈母的台语是其母 我乱讲的 平女的一灯 这里可以点光明灯的概念 头下一百元就可以拿一个 这样子 然后放在这里 在里面这样点着灯 像这样的概念 但是它这边点灯的这个杆子上面 有写一些什么 五味深有虚害 这我就不晓得是什么深层八字的意思 然后我又不知道 我自己的深层八字 那我这样点灯 就我不知道放哪一个 这一间是纳古堂 我还念成纳古堂 纳古塔 然后它写纳古堂 这应该是放骨灰的吧 接着继续往上走 刚刚走楼梯一上来 立马看到这个侧堂的大佛 真的超大的 这里有很多一罐一罐的 好像是排位 我不太确定 因为它上面还有日期 而且它日期是有顺序的 1月1日零位 1月2日 1月3日 1月4日 就这样以此类推的下去 然后我就找我 我是6月 6月在后排那边 然后算算算算过去 应该在那边过去了 我要来参拜一下 可能这个是佛教的关系吧 来这里的人超少的 几乎都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在这里拍照真的是很方便 来到这里参观完这个大佛之后呢 它的对面 有凉亭 可以在里面乘坐休息 然后这边有卖冰淇淋 很多人就是在这边买个冰淇淋 然后就坐在那里吃东西 然后这样逛的这尊大佛 换我买一只来这里 边吃边欣赏这尊大佛 接下来可以走上去这个大佛这边 去触碰它的脚 在这里还可以摸一下这尊 释迦摩尼佛的脚 听说会带来好运哦 狂魔 哎呦 上面有钱币耶 啊原来这个上面 这个都是钱币 哎呦 我刚才以为这上面 一点一点的银色是铁钉 你知道吗 我想说钉这个图案 结果 原来它是一元硬币耶 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佛珠 想要摸一下看看 我以为它是可以这样像球这样转 不行 哎呦 好像可以 但又转不动 有上面都灰尘 我给它走来后面拍摄这个释迦摩尼佛的衣服 还有它后面的头好高哦 拍不到 意外看到一间这个好像是灵菇塔吧 里面都是装塔位的 还有鲁钉的 希望胖춰 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写 日本春大日如来 连旅厕洗手台这里都有放供奉金耶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刚才进来南藏院的时候忘了说 就是来这里参观的话是无料免费不用钱的 但是它的时间到下午4点半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前往南藏院本堂 这里居然还有招财猫 而且上面还绑着铃铛 真的可以摇吗 好可爱哦 这一尊是不动冥王 御神木的雷神样 这边有一棵树超级高的 然后它的树 这边还有雕刻一个雷神样 哇塞 在这个不动冥王的旁边还有好多小小的雕像哦 我刚才没有仔细看 我以为是石头你知道吗 搞错很多的那种颜色 就一看哦呦 全部都是雕像耶 被蚊子叮了 超级痒了 痒到抓到流血了 不动淋水库 看一下 哇这样走进来好神秘的感觉哦 哇 好浓好浓的那种香的味道 现香的味道 好恐怖 我觉得走在里面好有压迫感哦 好恐怖的感觉哦 日本有很多这种小小的佛像 都会穿上红色的维多多 我之前有问我日本的朋友 像他们说就是 冬天的时候怕这些佛像会冷 所以象征性的穿上这种红色维多多 让他们有保暖的感觉 然后你看还有的带那个毛帽 红色的毛帽 这边也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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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拜完南葬院之后 这边的出口 有一个Omiyage的店家 也可以进来逛一逛哦 这个饼干也太可爱了吧 释迦摩尼佛 这个好像是铅笔袋 不过他翻过来是 释迦摩尼佛他那个脚 超可爱的啊 嗨 我现在终于到了泰宅府Aki这里 因为今天的巴士有点晃神 然后错过了 到了现在五点多才到这里 我看到他旁边有一篮拉面呢 我现在就来先去吃个晚餐好了 为什么推不动 手动 手动 对 为什么拉不动呢 关了吗 啊 白痴哦 关了啦 5点 智障我还在这边拉那么久 我刚才真的是超白痴的 现在已经5点51了 然后他那是5点关门 我还在那边拉那么久 我还去给他上厕所耶 超白痴的啊 这里的房子好复古哦 超级日本风格的 不然趁夕阳还没下山之前呢 我就来去泰宅府添满宫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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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ed 好 参拜完太宅府天满宫之后呢 我现在去一间这里蛮有名的星巴克 宫洋冬 боль 买了一杯小杯热拿鐵 刚刚在里面拍照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客人都好淡定 他们应该都是这里的居民 就是一定很奇怪 那个新发客长得这么特别 然后就走我在那边一直拍一直拍 傍晚泰宅浦Aki亮灯了 哇 蛮美的 现在回到博多区了 我来到了伊朗本社总本店 这是它的外观超美的 每一间都有灯笼 对了 就是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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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再見拜拜